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剛剛賓哥提到了 親美國用媒體 像華盛頓郵報都提到 說真正的台海危機 將在裴洛西回國之後開始 實際上裴洛西這一趟 是幫了中國 害了美國 怎麼說呢 我們後面告訴各位 另外彭博也提到 越過中線和飛彈越台 就是一種新常態 就剛剛賓哥說的 這一次的軍演 解放軍說有十大突破 對吧 在軍演裡面是突破 各位 這十大突破 會不會以後就變成 十大常態呢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次是突破 我們突破了 飛彈飛越台北 以後飛彈都飛越台北 就變成常態了 我們突破了 進到了十二海裡的範圍 以後就變常態了 這個突破變常態 我只要有一次 我就有第二次 我就有第三 就有第四 就有第五 所以這個變成常態是很可怕的 就賓哥剛剛說的 這個很容易 不小心 一個腦沖血 一個腦幹腦殘 就插槍走火 中方下一次如果再遭遭挑釁 發出的信號一定 必定更加強烈 千萬不要 別再有人來了 據說接下來什麼歐洲議會 什麼英國議員 德國議員 什麼九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通通都跑來台灣 來 葛萊儀這位台海專家 他也提到 如果美國不汲取教訓 採取更多行動 還來挑戰中國的主權的話 我們會看到解放軍 會有更多這樣的行動 這話其實講得很清楚 來 我們繼續往下 為什麼是幫了中國 害了美國呢 那所謂的新常態 只有軍事嗎 就在賠洛西離開 中美關係陷入惡化 這李顯龍說的 可能要再戰幾十年 風暴正在形成 而兩岸的關係 那根本不用提了 簡直是1996年 可能是史上最緊張 就在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再次發表了 台灣問題白皮書 而我們看裡頭的內容 是不是中國對台灣的態度 是越來越強硬了呢 我們來看 在這一個大陸國務院 台辦國務院發表的 這個台灣問題與新時代 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裡頭 不但提到了 台灣人最敏感的 所謂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等等 他還講到 說台灣就是中國的 歷史很清楚 法理也很清楚 然後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能改變 那民進黨當局呢 和外部勢力勾結 這個遐揚謀獨 是沒有出路的 而且以台制華 也註定失敗 甚至提到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是解決兩岸問題的基本方針 這個講出來讓台灣人很敏感 那另外呢 說非和平的方式將是不得已的選擇 大概包含這些重點 我看這個媒體整理出來的 那我們就發現了 這些重點裡頭 台灣的空間是不是越來越小了 台灣的能夠談判的籌碼 是不是也越來越少了 不管是我們上面看到的 以台制華啦 還是俠美謀獨啦 以美謀獨等等 是不是中國大陸想要把這些空間都給扼殺掉呢 我們來看 在1993年的版本 當時當然中國大陸國力也沒那麼強啦 也沒那麼強硬啦 還希望大家當好朋友啦 講的是 不單純以台灣當局為對手 甚至不限於政黨 願意跟兩岸各黨各界進行協商 但是2022年的版本變成 明確統一之後 台灣能與有關國家發展經濟文化關係 以前是統一之前我們都可以談啦 簡單來說啦 統一之前大家開條件啦 坐下來談開條件 現在變成統一之後你再來跟我講 什麼條件都沒有了 下面hold com你都不用想先拿到了 有沒有這個味道 那另外呢 93年跟2000年的版本 他提到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 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台 但是這個新的版本 22年後 2022年新版本 是沒有承諾不駐軍不派人 各位這都是差別啊 你看到了 所以我提到台灣的空間越來越小 而且談判的籌碼是不是也越來越少了 我們先進大使 對其實我看了這整篇文章 基本上當然就是做比較的話 當然是跟過去的這個發表的各種這個言論 大陸方面有關就是說 什麼兩岸和平統一的方案來講的話 是有一些差異 可是我認為基本的調子變化不大 變化不大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大陸發表這一個 這個白皮書 其實是在武統以後 不是這個武力 武力的一個軍事演習展 這個武力展現以後 一個比較軟的一手 而不是說我看有的 我們國內有分析說是硬的一手 其實大陸的這個做法通常是硬的一手 完了就軟的一手 那這個裡面我看了以後我覺得 這個不是都是基本上都在重申嗎 基本上都是在重申 過去的基本立場 基本立場差異很小 我認為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 那我覺得這個白皮書基本上就是說 雖然我們現在剛做完軍事演習 實彈演練就在台灣的家門口 可是它的政策基本上沒變 政策基本上沒有變 我覺得出發點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說在這個軍事演習 它有很多更新的話 那個就是更增加強度 我是覺得軍事方面 不過它特別把台獨跟這個 台灣是再做一次分 把它分開來看 那對於台獨是 基本上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也不會手軟 可是它特別強調是針對台獨 不是針對整個台灣的人民 那它事實上也談了 最後就是說 對於實際上的做法 就是說它認為統一以後 和平統一以後 會有什麼樣的對台灣這邊的 帶來的保障跟利益 我覺得它也琢磨得更多一點 琢磨更多一點 所以這個一萬五千字吧 大概這個拜批書 我本來以為會有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可是我看完以後我覺得 率由舊章 那我就在想它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OK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個應該是在一個 軍事的一個行動以後 回過頭來 然後再次宣示 政治的綱要沒有太大的變化 而且很多話以前都講過 以前都講過 就是說不放棄使用武力 或者這些都已經都講過了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這是一個應手以後 一個軟手 不過中國大陸其實 我覺得會有一個更 值得我們關注的文件 就是可能在二十大這個之前 或者二十大期間 有一個中國 中共的一份 制台方略 新的制台方略 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陸他們的相關的 對台的工作單位 正在密集地做 會不會因為這一次 裴洛西的事件 他們本來想做的一些內容 會有所更改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不過這個制台方略的話 我的感覺會比較 大原則應該是不變 基本上就是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 然後不放棄武力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說 把外來的 對於外來的干涉 外國人的干涉 他會 以台制華這種東西 對 他會用更堅決的態度 還有可能對於台獨 會做更多的這種琢磨 怎麼樣把台灣內部台獨 跟台獨以外做一個區隔 區隔的對待 然後另外可能會 對於說他 未來的這個和平統一的方式 跟這個內容裡面 我覺得會有比較 更多一點的琢磨 那整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 這一次的裴洛西事件 事實上我認為是個 分水嶺的事件 基本上中國大陸事實上 被迫提前了 有關 處理兩岸關係的一個時程表 OK 因為這個事件把這個往前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國台辦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有一點倉促成軍的感覺 他就這個時候有一點 可是真正我知道 他們大概半年前就已經 就已經放出風聲了 就是說有一個 中共中央的一個 制台方略 這是一個制台方略的 那你想制台方略 那已經就用過方略了 建國大綱建國方略 是孫中山用過 建國方略事實上的話 你去看孫中山的建國方略 南方大港在哪裡 北方大港在哪裡 這個都寫得很清楚 就是自己的地方才會有方略嘛 對對 所以他方略是我覺得會比較 進入細節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 這份東西應該是 才是他的一個大的一個規劃 那大使 照你剛提到 假設啦 其實這個帥將軍之前來節目上 我想觀眾朋友應該有聽到 就是說當然啦 川上軍認為這絕對不是什麼 突如其來規劃的演習 這絕對是本來的劇本 他等於提前拿出來 那這是您剛提到的 那我想到我跟一個這個 大陸的朋友 也是媒體人 在大陸的媒體工作 我沒有洩漏國家機密 不要查我 單純聊天 那他的觀點告訴我的想法是說 他覺得這一次裴洛西來 讓中國大陸要對台灣做任何事情 都更加民政言順 就是我往民政言順又更近一點 我今天如果想到突然間打台灣 突然間怎麼樣 我明不正言不說 我這台灣沒有做出事 你幹嘛打我 我也沒有亂搞啊 可是裴洛西來 他這次也沒打啊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好像就是更進一步 就是對 那我是可以以後更怎麼樣 以後更怎麼樣 因為你這樣子 你做壞事 所以我可以對你更不好 或者我可以更怎樣弄你 那就變成是不是像華盛頓郵報提到的 是不是實際上好像是幫了中國 反而是害了美國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美國知道他也在跟時間賽跑 不過美國我覺得對台灣的底牌 就會慢慢真的會讓你兩邊走向戰爭 這次看起來就是說台灣整個 不過包括主張獨立 主張愛台的 主張他是真正代表台灣 全體人民利益的民進黨 現在蔡英文的政府 事實上選擇是躺平 所以就是說躺平有很多種原因 就是說一個是實力不足 第二個也沒真正打來 第三個就是說 可能遇到真實戰爭況 他也是躺平 都有可能 也就是說展現 要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兩岸 隨便有一個風吹草動 這邊就在那邊 籌筆從容 從軍運動 然後整個宣傳機器都開起來 就準備要打仗了 你那個很多都要在那邊寫那個 寫那個就是說 移書了 軍隊前面 與心決別書 與武決別書 以前還有軍隊還有煞雪的 我覺得好痛 還有那個寫雪書的 現在是沒有這些東西 可見就是說台灣社會 對事實上 心理上 基本上有很高的無奈 那就是說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兩岸中間差距也越來越小 那大部分都認為 我說這個經濟 還有社會的差距越來越小 可是呢 軍事又越差越大 這個對台灣人心理上極大的影響 那在這一次裡面你就覺得無奈者居多 然後連蔡英文都選擇打平 這裡面我就認為傳遞出很多訊號 這個就是真實的一個 社會心理的一個測驗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大陸可能他們會詳細去研習 這代表什麼意義 那國際社會的話 美國事實上的話 台灣這張牌的話 事實上 美國是不是他當然要用到 最好的最大的作用的時候 那他現在有人說 他現在要把台積電先給你瓦解 他的晶片先要做好 他也在佈局 那把台積電移到海外去 對都佈得差不多的時候 那就讓你兩邊對撞 火車這種head on的對撞 然後再出現一個俄乌戰爭 亞洲版的俄乌戰爭 美國再希望把它長期化 再希望把它 再給台灣 希望把撐住台灣 就跟撐烏克蘭一樣 做成一個代理人 去怎麼樣去拖 去消耗中國大陸 這個國家的資源跟實力 然後也會把他的盟邦 他自己的盟邦主席 藉這種事情再繼續加強 然後遂行他獨霸的這種目標 那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說 倒不是害了美國 而是也對中國大陸 對美國來講 都這件事情都把兩邊 想要做的事情的時間 這個timetable 把它都往前推 本來都只是敢做三成 現在他都做五成了 對 都往前推 大家都覺得時間就越來越短了 現在本來兩邊 兩尊對陣慢慢接近到這裡 這次裴羅威一下 一下子讓兩邊都 對 都進到五成了嘛 對 都進到五成了 都準備 把那個底牌要拿出來 所以兩邊也都有急迫感 急迫感 那最大的證明一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在中間是無奈的 我們是很徬徨 然後我們很無奈 很多人好像都不怕 還是照樣去賞金 沒問題去浮潛 我不怕 大家還是照樣玩樂 有些人換政府他也不會知道 果然就這樣 真的是這樣 真的真的換政府 很多人也不見得那麼會在乎 也不見得會那麼在乎 真正積極的公民 從來沒有超過人口數的20% 對啦 對這種國際局勢 全世界都一樣 對國際局勢關注的 而且你怕又怎樣 我們是能改變什麼 是啊 那剛剛這個大使 特別提到台積電 那我記得亮哥跟我分享過 所以這也是美國的一個佈局 針對台積電 就是是不是剛好也趁著 這一次的危機 我剛好可以把這個台積電 從危險的台灣給移出去 美國會有這樣的想法嗎 他本來就在搞晶片法 現在在搞晶片聯盟對不對 這個演習 你不能夠說輸家是美國 輸家是台灣 當然 因為兩邊擠壓嘛 比如說這個演習 讓台灣的地緣風險提高嘛 連菲律賓都要撤僑了 對 你想一想 西方的投資機構會沒看到嗎 所以外資會重新考慮台灣 設賞的風險 你明年你就知道了 那接下來地緣政治風險提高 美國就會說那台積電 高階晶片佔了90% 台灣整個台灣 不要在台灣 所以他一定會要求你分散 分散風險 這必然的嘛 外資佔70%的股權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種壓力 就是說你這樣 不這個多元佈局 都集中在你這裡生產 這風險太高了吧 對 你現在怎麼拒絕人家 你這裡可能會被封鎖 太可怕了 發生了 那台積電趕快去外面 移出台灣剛剛好 日本美國不就都開始了嗎 因為你現在沒有辦法去反駁這件事 因為已經發生了 它是事實了 對嘛 我以前跟老外在講話 我還可以說 沒有啦我們很安全啊 我現在沒有 你現在封鎖 你誰能夠打包票不會 對 對不對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現在這個是很麻煩的 因為 美國跟中國都在互相試探紅線 因為中方這次為什麼會生氣 他如果你在掏空一鐘 對 那一鐘就是他的紅線 對不對 那美國是不是在切香腸 不斷的讓你一鐘的內涵消失 變成一鐘的紅線 美國說了算做了算 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要阻止你嘛 對 他不讓你再進一步嘛 對不對 那他認為佩洛西來 就是他要出手的時候嘛 然後 台灣政策法可能也是嘛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他的定義在哪裡 因為這個都是政治 這跟法律無關 對 所以他覺得什麼是紅線 那佩洛西他認為是紅線 對不對 因為佩洛西如果可以來 那國務卿跟國家安全顧問 當然可以來 是啊 對不對 因為這兩角都比他小 都不談到後面的 是嘛 是嘛 那明年你可能立刻碰到一個問題 國會選完 共和黨變成議長 那也要來 搞不好他也要來了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再來一次 天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他第一次對一個紅線做那麼大的動作 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講說 所以我們說中美在玩chicken game 可是邏輯是不一樣的 邏輯是 美國在掏空一中的內涵 讓台灣的實質主權越來越明顯 對 那中國就要訂紅線嘛 說你到哪裡我就要阻止你 對不對 佩洛西不行 那還有什麼不行 你不知道 那中國也開始試探美國的紅線 美國的紅線是什麼 武統嘛 武統就是美國的紅線嘛 出兵 出兵嘛 那中國就說 你搞我的紅線 我也搞你的紅線 所以這次就出現危台軍演 對 那危台軍演是不是美國的紅線 不是 問題在這裡 而且美國還跑了咧 對 問題在這裡 我懂了 所以 危台軍演美國不會講話 那我們就圍吧 表示這個行為他可以忍受 對 所以你說老共以後會不會再來一次 會 因為上次可以 這次為什麼不可以 對 就像美國說的 精銳系可以來 為什麼裴洛西不可以 我跟你講 危台軍演有很多內涵 嗯 就是表示跨越中線沒事嘛 飛彈飛過去沒事 沒有看到美國的飛機啊 沒有 只有偵察機啊 對 那 在領海邊緣好像也沒事嘛 沒有看到美國的作戰艦啊 沒有 對不對 那 封鎖 三天沒事嘛 嗯 到四天了 一個禮拜呢 不知道嘛 哎 所以我們才說這個就是叫做也在切香腸嘛 我跟你講啊 兩邊都在玩切香腸 那各自試探對方的紅線 美國知道你的紅線是一中嘛 切切切 切切切 一直切你的指甲 開始有沒有切到你的肉 對嘛 切到肉就痛了 不行 鎖鎖鎖鎖就切了 就不能切到肉了 對嘛 可是現在就是 要回到哪裡嘛 不知道嘛 要回到哪裡 你才會開始又 逐漸又開始建立小小的信任嘛 我覺得好難喔 我舉個例子喔 1996年不是非常危機嗎 中美一直到哪裡才開始又恢復信任 1998年2月 柯林頓去上海 講出新三部啊 新三部是什麼 不支持台獨 對不對 不支持一中一台 還有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前提的 國際組織嘛 對不對 你美國現在要不要講新三部 你如果講新三部 那WHO那你不要推了 對 都不行喔 等於就是這個意思嘛 那你美國願意嗎 你有沒有每年在國會 常說眾議院支持台灣加入WHO 對嘛 之類的 我跟你講 柯林頓那個1998那個新三部 至少使得中美 大概平靜了15年 有 對不對 對 對嘛 所以 為什麼趙建民老師會說 搞不好你會弄出第四公報啊 嗯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新的信任的平衡嘛 對 所以就要有一個東西出來嘛 不然 我現在連國防部長 參謀組長都不接你的電話 對 不是嗎 現在就是這個狀況嘛 對不對 而且明年眼康 明年是總統選舉年 對啊 你說共和黨的議長不會來 會喔 共和黨的那個總統候選人不會來 我跟你講每個都要來喔 哇靠 你要知道不是拜登連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川普了嗎 不只啦 還有民主黨的候選人也要來啊 我跟你講喔 因為美國現在最大的意義就是反中嘛 對 所以所有有機會當選總統的候選人 都想來台灣 對 而且他們還不是現任啊 對啊為什麼不行 我只是一個州長 我只是一個議員而已 我為什麼不行 對啊 對啊 所以明年熱鬧得很喔 我跟你講喔 那個 那個弗洛里達 那個Dissantis共和黨的嘛 他一定來的啦 搞不好紐森也要來 紐森就加州嘛 他也要來嘛 搞不好也會來 一大堆啦 你蓬佩奧都來過了 對啊 蓬佩奧就要選選總統嘛 他都知道嘛 最大尾的就川普嘛 川普搞不好也會來 我跟你講 反正他現在 是有沒有職位 所以明年精彩得很 所以我跟你講 就是說 你光是想到明年 可能會有這些選舉的東西 而且你要知道 台灣也在選舉 對 搞不好民進黨樂得你來 高興啦拜託 不是嗎 你趕快來支持台灣 然後大陸再搞一搞 你看 抗中保台 這個比今年地方選舉更直接 當然 對不對 因為你立刻要討 對 中央的議題嘛 兩岸就是最核心的議題嘛 不是嗎 中美台就最核心的議題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啦 這個就牽涉到美國 中國 他想到明年那個 可怕的那個 這種政治的選舉所造成的那些風波 大浪 那雙方要不要建立一個 新的互信機制 對 對 現在沒有看到 我跟你講如果沒有 那我跟你講 老共那邊一定就說 那我就繼續步步進逼 我繼續切 嗯 這個就是街大使剛剛講 還有賓哥也來講 就是你不知道他的鏡頭是哪裡 對 因為他又不是真打 對 可是離你越來越近 今天飛彈飛 我明天戰機飛過 或者各種工具箱 嗯 沒有啦 他這次戰機沒有進入領空 我說搞不好哪天 戰機就越來 戰機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就是越來越近 可是不是真打 嗯 就是就是這樣 越來越挑釁 應該這樣說 挑釁是你說的啦 就越來越 把台灣當成 自己的地方 而且我跟你講那個 那個事實上去年十九大六中全會 就已經出現那個東西了 嗯 就是 什麼新時代 要 他有一個名詞啦 叫 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嗯 這個去年十九大六中全會就出現了 對 那二十大要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嗯 他一定是一個政治指導文件 因為他 他不能變成法律嘛 統一法 那就綁住自己嘛 對 他有點彈性嘛 可是 他一定會寫得更往前啊 嗯 因為發生那麼多新的事情啊 對啊 而且你不曉得明天就像 鄧哥講的 你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啊 而且我跟你講一個更可怕的狀況 已經有人在擔心那個狀況 嗯 就是2024年 萬一選的是川普當選 那我跟他更慘 我跟你講啊 川普是11月6號當選 嗯 對不對 嗯 他什麼時候上任 2025年的2月1號 對 那中間不是有空窗嗎 嗯 川普還沒上任嘛對不對 來 來台灣 不是啦 拜登 雖然還有兩個多月的任期 可是已經沒搞頭了嘛 嗯 來台灣 他可能意志換散嘛 嗯 不是來台灣啊 意志換散 是中共趁那個時候打台灣啊 哦 就是在美國政府親狂不接的時候嘛 對 而且他預期 新舊政權親狂不接的時候 而且他預期川普上來之後會更強硬 對 那乾脆先處理 就有這一說啊 對 川普上來一定更強硬 這沒話說的啊 不知道 因為明年可能就會激盪這個議題嘛 嗯 那大家就會開始比賽賽車嘛 就是我跟你講 明年就是一個麻煩年啊 我跟你講啊 為什麼很多人都認為 明年是最危險的一年 嗯 講的不是說會打啦 而是說 你講一講你拜登國會沒有了嘛 對 所以內政你沒有辦法主導嘛 嗯 所以經濟內政都沒了嘛 對 什麼槍戒法案也不用談了 都不用了 反正你都不會過 都保守派出力了 那拜登能玩什麼 外交軍事啊 對 這就是總統的特權嘛 嗯 那因為共和黨 虎視眈眈嘛 所以你只要跟他比賽車嘛 嗯 不是嗎 看誰比較衝嘛 看誰比較快嘛 哪一個議題最衝 台灣嘛 就是反中嘛 反中嘛 是嘛 那反中哪一個議題最刺激 台灣嘛 是嘛 那台灣剛好畢國也在選舉 對嘛 而且我們先選 剛好先配合嘛 配合一下 搭配合 我們先選 靠 我們是20241月就選 怎麼講的 我們應該要趕快 啊 是不是要先走了 不是啦 跟你這樣選 賴清德當選 哎呦 有可能啦 我跟你講 如果說賴清德當選 2024年1月就當選了 嗯 那我們 灰色貼掉有四個月 久了 1月當選 他5月20才上任嘛 美國是11月選 然後2025的2月上任 那你認為中國大陸 會不會認為賴清德比小英要激進 會哦 會哦 你家是台獨精酸 我看是百分之百嘛 那好笑啦 那跟你講 這有可能發生 我們假設 台獨精酸 當上台灣領導人 然後這個美國 又換來以前那個 哎 沒有他們11月才選 對我說搞不好 他是2025年才上任 萬一 萬一中國大陸的預想是 台獨精酸 碰上反中 瘋子川普 哇那還得了啊 當然是啊 他們當然會這樣去推啊 那還得了啊 我就跟你講 政治就是這樣嘛 政治都是要有 具體的脈絡 人物 然後你再去推 哪個什麼時候的形式 組合 對你比較有利嘛 所以你決定出手嘛 對 為什麼是 佩洛西來台出手 嗯 因為你對我理虧嘛 嗯 你騙我啊 因為你剛跟我通王話嘛 結果佩洛西就來了嘛 對 所以他就做這個動作 結果雷根浩之哦 笛子摸了離開嘛 因為理虧嘛 嗯 可是我不相信他們沒有默契啦 對 我覺得他一定有跟美國講說 我沒有要打啦 嗯 可是你要讓我 武統我要畫個紅線 可以交代一下 對嘛 對 就是這樣 嗯 所以我認為 這種東西是有的啦 可是 就是 當那個情勢一直往上 往上拉 往上跌 那因為雙方都在比賽選舉嘛 嗯 那 有一些事情就會失控 就這樣 哎 兩個講的 這這段 大家回去 我會減精華 一定要多看幾次 但是 這個分析 你想來真的會頭皮發麻 真的會啊 真的會 我只要光想到 台獨金孫跟反華 反華風浦 然後兩個人 哎呀 Good brother 而且兩個人當選機率都蠻高的 對 對不對 對 那是各位 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好多可怕的事情 耶